这是狼叔我见过最嚣张的家属 美女出租司机惨死 尸体被抛入河中 警方千里抓捕 却遭家属疯狂抵抗 甚至还来了一场关门放口 天黑了 狼来了 消失的女司机为您献上 精彩在最后 记得点关注 时间2016年12月31日 地点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 警方接到市民报案称 自己的媳妇一晚上没回家 人已经联系不上 侦察员赶到报案人家中了解情况 得知报案人陶某的妻子和她一样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妻子负责白天接客 自己负责晚上 一般晚上七点左右 就会回家和她换班 但昨夜妻子说跌了一个远程单 需要出市区 但自己之后一直联系不上妻子 到现在也没回来 自己十分担心 于是报了警 警方在第一时间查看了 昨晚几十个局的监控 在用了几瓶眼药水后 发现在郊区空地上停了一辆出租车 经过陶某辩认证实妻子驾驶 只见此时车门大开 里面并没有人 当侦察员仔细勘查时发现 车钥匙还在车内 计价器的屏幕破碎 前包里没有先进 在出租车后座上 侦察员更是发现了一次的血迹 经技术人员检验血迹 正是王某的 而在车的主驾驶上 更是采集到了陌生男子的敌人 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 让警方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 不久后 在附近的一条河流里 有人报案称 发现了一具女尸 经过陶某辩认 这个死在河里的女子 正是他失踪的妻子王某 经过法医现场检验 王某衣着完整 死前并没有遭到醒进 她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这就是她的死因 那么凶手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杀害女出租司机王某呢 为了调查案件真相 视频组立即调查 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发现在30日晚上10点45分 王某的出租车 出现在清真巷北口 停在了监控盲区 等了许久始终没见王某出现 但一分钟后 却出现了一个身高1米7左右 可以蒙面的男子 多年的行真经验 让民警对该名男子产生了怀疑 不久后视频组又发现 在晚上9点10分左右 一名男子 在民生巷上了王某的车 而他正是之前警方发现的 那名蒙面男子 警方判断该名男子 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视频组在继续调查 该男子汽车后的行踪时 发现他又搭乘了一辆出租车 顺藤摸瓜 侦察员寻找到该出租车司机 得知该男子最后在平原村下的时候 侦察员随即在附近展开重点排查 不久后 当侦察员排查到一个住户时 发现该民张姓男子和视频里的画面十分相似 出于谨慎考虑 警方将张某带会警局采集血液样本后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 便让张某先回家了 一天后 警方得到技术人员通知 该血液样本的DNA信息 和王某出租车内采集到的高度匹配 于是警方决定立刻对张某展开抓捕 但当警方来到平原村时 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踪迹 当我们就是到达 他就是在德里哈居住的这个出租房屋的时候 人已经走了 房东反映是在1月1号早上回乐都了 警方十万伙计赶到海东市乐渡区 联合当地民警一起进行抓捕 当他们来到张某家门口时 透过门凤范献张某朝屋内跑去 他跑 他追 他补会一对 本以为抓捕过程会很容易 但当民警们在屋内控制住张某后 张某的家人对警方造成了巨大错案 张某的母亲直接拍落民警的执法仪 并死死抓住民警的衣服 不让他们迷人 张某的儿子听到动静后 也来门口拦着民警 张某的妻子手里拿了一根棍子站在旁边 没想到当警方亮出证件后 张某的妻子不但不配合 还多次拍打警方手中的证件 甚至还让儿子关门放 警方出于无奈 只有用自己的身体拦住狗 让其他人赶紧冲上车 但是狗就放在 就拴在这个门口中 那个狗的链子是比较长的 你要想打开那个门 你就要必须要过狗内管 然后我就把右手的胳膊 伸到狗的方向 我说要是咬就咬我的胳膊 这样的话 出门过程当中 那只狗在我的右手臂咬内口 然后我的腿上也是咬两处 当好不容易民警将张某带上车 张某的家人又拦在车前面 吊嚣着不放张某 就不让他们离开 张某的母亲手拿棍子敲着窗 甚至还用手扒了着 直到最后武警来了 将张某的家人制服住 警方才将张某带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施展的大忌意恢复术 张某表现得意念无辜 问洞答西 更是称自己有神经病 按照程序 警方给张某做了精神鉴定 显然结果说明张某是一个正常人 此路不通 张某又找新的理由辩解 说杀害王某是因为他长得 很像一个和自己妻子吵不架的人 他一时也是激情犯罪 很显然张某知道 如果自己交代了是抢劫谋杀的话 搞不好会看死刑 但如果能隐瞒一些关键信息 他的判刑就能清一些 但警方已经掌握了如山铁证 张某最终还是承认了 自己抢劫谋杀的罪证 当警方了解到张某 只是从王某呢 抢了两三百元现金 就将他残忍杀害后 真是对王某的遇害感到惋惜 最后张某的母亲 儿子 妻子因妨害公务罪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张某本人因故意杀人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